第22题 保力龙球极易因摩擦起电而带静电 以下三张图分别为两个以绝缘细线悬挂的保力龙球在静电作用下的排列情形 若甲球带负电 则关于乙丙丁三球之电性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我们看到呢 我们的甲带的是负电 同性电相似 虽乙也会带负电 乙带负电呢 吸引了丙 那我们一个叫做异性电相吸 所以丙可以带正电 但是呢 带电的也会吸引不带电的 所以丙也可以不带电 那我们看到这个丙跟丁两个之间 完全都没有互相吸引跟排斥 所以他们两个应该都是不带电的 所以我们都确定 丙应该是不带电的 所以我们说 A 以求必带负电是对的 然后呢 B 丙求必带正电是错的 他是不带电的 C 丁求必不带电是对的 那么所以 诸与丙两个不一定会带异性电是对的 因为彼此互相吸引的 除了异性电相吸之外 那么带电的也会吸引不带电的 所以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 下列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丙求必带正电错 这题里面丙求是不带电